一人江洪杰跟福渊爱的婚变震撼但震惊了台日 而福渊爱更在4号一天之内两度发道歉声明 老公江洪杰随后也发了声明 不过从双方的声明当中似乎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人对于婚姻有非常大的分歧 日本媒体报道福渊爱强调两人会讨论出对小孩最好的做法 看似铁了心要离婚 但对照江洪杰的声明除了向老婆喊话 彼此的感情都不会消失之外 更PO出为岳母亲生的照片 似乎想用亲情跟爱情公式挽回太太的心 不过有律师认为两人如果真的提离婚 光是离婚诉讼恐怕得至少花两三年的时间 没有过往 这一球剪掉 昔日在节目中合体放闪 但就在爆发婚病后 福渊爱在一天内两度发声明道歉 就在福渊爱发表声明后 老公江洪杰也打破沉默 发声明回应 不过日媒从夫妻俩的声明中 却看出两人对婚姻有极大的分歧 看看福渊爱的声明中 除了对外界和老公小孩家人道歉之外 还强调夫妻俩会共同面对问题 讨论出对小孩最好的做法 似乎铁了心想离婚 对照江洪杰的回应隔空喊话说 对老婆的爱不曾改变 还是有彼此的情感都不会消失 为了挽回婚姻 江洪杰除了爱情喊话 还出动亲情攻势 江洪杰po出为福渊爱母亲亲生的照片 还标注爱妈妈生日快乐 证明双方家庭人关系良好 外界认为男女双方态度分歧 更有日本网友指出 福渊爱和男性友人的出游照片 大多都有看镜头 似乎知道被跟拍 也因此被日媒解读 是给不愿离婚的江洪杰下最后通牒 如果一边在台湾提离婚 一边又跑到日本去提离婚 那就变成说同时两地都有一个离婚诉讼 那万一判出来 一个判离一个判不离 那你这个效力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中途 完全没有办法协议 一定要走离婚诉讼的话 那你如果真的打打打 一审打到三审 最后整个确定要判下来 大概至少两三年 究竟这段台日一国婚姻 还能不能走下去 就看福渊爱在这个月回台后 夫妻俩能否有共识 接下来两人的一举一动 也都将引起关注 记者做不到 离婚 建议 台湾 沙